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也过来想动 EQ挑起来 这个双Buff 交一个异性能 肉带说你赶紧跑 牛头Q闪接着顶回来 这波很漂亮 加宁应该是走不掉了 这波被IQ拿到 而且还带着一个蓝Buff 这里被小五抓到一个很好的机会 这一个EQ 直接打出IQ的一个闪现 这边算是很会找机会 这边还在打 戳 直接阴影戳死 这里有点多大 我觉得 升6直接R上来 剪6了 那这边IQ估计是跑不掉了 奥拉夫 但是这边面对很多人 奥拉夫一个大招 战斗力很强 直接秒着IQ 牛头没有闪现 应该也走不掉了 这前期的对抗 没发现奥拉夫刚刚真的 看下边肉眼看到 来 衣过来衣服到 就减速地回着反倒 奥拉夫在后面啊 又来了奥拉夫又来了 但是这边触发了一个巨像 没有低时间秒掉 还是秒掉了 奥拉夫好难抵挡啊 这个斧头甩空了 又甩到牛头身上了 而且剩的大招 是被德赛打断了 要么要防着对面来抢 要么可能还要给自己的队友 补点经济 曹芳闪现直接跟上来 直接做大招 第一次要闪现 再留一颗或许击飞 这边RUKI是可以跟着 直接闪现 要硬抓 没有办法 这边 所以要开大招 直接路过 逼这边贴脸 想要是给一个好的曹芳身位 卡莎丁也穿过来了 双人们也都往上路赶 一克又回来 怎么想反打 这边西洋还在忍 西洋还在忍 西洋在忍他的嘲讽 在找位置 西洋的嘲讽上了 炸过来两个 RUKI RUKI直接被秒吗 RUKI直接被秒 这里 奥拉夫也是没有办法 但是 哇 这终于抓到机会 打赢一波团战 而且这个 哇 抓了很长时间机会 终于是找到一波 把RUKI直接带走了 那这个龙头闪现二连 想看小溪 牛头已经没了 但是 直接是秒掉了小溪 这边小豹再跳 又打奥拉夫 没有急跑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肉 接下来是皇子的传送 又TP了 这不又是一个TP绕扣 收下看起来又要跑 这不是要一个绕扣 这边直接上了卡莉 又打他伤害 霞的位置很好 落签被收 王子直接狂大了 四个还是三个 哇 塔丁这边 而上去没中亚的 但是法律护得顶了 非地下伤害 小溪闪一过来给个赵 没有救济卡拉丁 现在一个冰封西洋 交闪一过下皇子的 写皇金兽的减速 他扑面A传 巨九一下主动效果 但是西洋的这边 嘲讽又好了 一个嘲讽过去 然后一个Q技能会 拉一下减速 但是 刷土一活 打得非常快 这个龙已经到了 要不然Rush 要不然停手的阶段了 Rush了 怎么说 点过架 又抢到了 又是一个转车 这边卡莎蒂再次被秒 落开大招逃避 欧拉夫里边的 罗特里开一个大招 往扯 前方已经跳过来了 这边西洋非常弱 根本没有人打得到 皇子被顶开了 老贼已经没有人管得住了 但是小溪大量很高 道风被打到 小毛 欧拉夫这边再跌 小毛被秒了 老贼直接被秒 没有大不了 黄子结果站得出来 小溪跟皇子两人 小溪大量打得太高了 现在已经不胜通了 一闪大 这边直接打回来 一个辅助 但是 有霞在 位置非常远 霞一个漫天飞雨 这场友谊 打得非常足 由头的大招逃没了 直接被带走 九筒 拉回防御塔 这边一个闪现躲掉 给炎火刀钩拉住 小溪的状态真的太好了 三路的节奏 带而下来 一颗挑起来 蜻蜂欣 眼看走不掉了 正面的话 小溪大量打到 小溪大量打到 血量不掉 小胖跳两边 小溪收掉 自己回来 想跑被卡丁闪现 来补伤害收掉 上山路被破 这个时候皇子在前面 直接做大招 就是大招逃输了 小胖这个位置 直接是被一发停传带走 小溪后面疯狂输出 没有人挡得住 这个团战已经不是一个级别了 从技术上 跟整个团战的伤害能力 弹度上 已经是没有办法去接住了 所以呢 这一天 我会想要 的 我可以 就算了 这一天 是 最后 这一天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